今天又在羅湖口岸下車 去嘉寶城找519之後 然後去了上梅林站 如果在福田口岸去是第六個站 在D出口出去就是卓越匯 唐物中心 這個可以拿免費礦泉水 就是這個啦 卓越匯 很多香港人去過卓越匯 但是如果逛商場 隨便進去吃的話 一定找不到這間好的 我們查過才知道這間原來是 一把十八元 士多啤梨飲食 還有幾種非常出色的肉 稍後再說 首先我D出口出來了 這個商場也很大 如果隨便習慣的話 我看找不到這間這麼划算的 Sabu Shabu 首先我看到壽司廊 我真的想去光顧一下 這間港麗餐廳 我看到這個黑松爐笑雞 頗特別 這間餐廳也很值得 因為坐得很舒服 半隻雞要$72 這間壽司廊現在在做特價 我真的想去吃 因為到4月28日為止 它做特價 大大貼 蟹柳有4條 都是$20 這裏的食肆 全部乾乾淨淨 地方又寬闊 有座位給你坐 一杯特飲都是十幾元 全部是$15-$6 這間餐廳很便宜 這間叫吳莊 送的全部是$30-$40 有些是$60多 真的很便宜 客宇很多商場都有 這間是泰國菜 然後看到有間戲院 60元 連戲票和炮谷 裏面很大 可以坐幾百人 最小的都坐百多人 同時可以上五、六部電影 這間是菜蘭港式點心 外婆家 這間是夾公仔的 這間是賣燒肉 椰子雞 四吋菜 這裏真的有很多食物 地方又乾乾淨淨 這裏是食火鍋的 這裏比去的大排檔好 這裏是湖南菜 又是椰子雞 有泰爾 就是這間 如果不預先查過 根本不可能會知道這裏 這裏食肆全部都不太旺 可能是星期一 我現在來的是十二點多 這間是日本料理 叫做筍野菜 這裏有雪櫃 裏面很多啤酒都是任喝的 我們看看這裏全部火鍋的菜 士多啤梨是任你吃 還有麥瓜都很甜 還有百香果 我當然主力是吃這個 士多啤梨 我總共是吃了22粒 外面有冰鎮酸梅湯 以及卡拉比斯 日本汽水 剛剛炸出來的薯條 我拿了少許 還有炸番薯多好吃 這裏是另一邊床 全部拿菜 菜很新鮮 這裏是調料 我那天完全沒用調料 因為肉全部都很甜 我首先選擇了兩個鍋 這就是美人鍋 和野菌鍋 這裏有牛五花 和黑毛豬頸肉 還有最出色是最右手邊的 軟骨羊肉 我這麼大個兒子 去了北京這麼久 那邊的人經常吃羊肉 我從未試過 還有一種肉 叫烏雞卷 還有這個118 外面那些是任你拿的 這些炸物 還有這些菜 還有飲品 我拿了一些不冷的 我拿了這個魚酸汽水 和少許酸梅湯 我開始想 吃158的好 還是118的好 結果真的沒選錯 118 因為你不能吃多少 就是這個了 軟骨羊肉 這個真的好甜 我吃這麼久的羊肉 都從未吃過 但軟骨的羊肉 是真羊肉 好甜 這個就是烏雞卷 這個好特別 再說一次 軟骨羊肉 熱癡飯 雞滑 軟骨羊肉 好甜 真是周圍都吃不到 再看一次 這個雞滑 沒什麼特別 這個湯底 我真的很喜歡 菜每樣拿少許 有西洋菜 這個西洋菜品種 香港根本買不到 還有外面有巴鯊魚 是任你拿的 好滑 巴鯊魚是屬於海魚 不用說 再追加 當然要軟骨羊肉 做那個烏雞卷 好甜 這兩個 一成英格 我吃了三碟 脆骨羊肉 這個吃了兩碟 22粒 只吃士多啤梨 這裡有六種鍋 這個就是158 這個就是218 我吃最便宜的118 真的沒有選錯 118就是這六種肉 是任誰你吃 還有壽司一碟送過來 158多了蝦滑 還有多了兩種肉 還有甜品是任你吃 他的甜品 老實說我選了杏仁豆腐 一般 所以118真的最划算 這個就是杏仁豆腐 有點硬 他沒有卓越中心那間 十爵的甜品那麼出色 之前去過卓越中心 燕炭 十爵類似這間 他的甜品很出色 這間真的只是吃羊肉 和士多啤梨已經非常滿足 簡直是超值 118 接著再逛逛商場 很多食物 這裏 地下兩層的food court 大到真的嚇到人 很多選擇 這間飲茶非常貴 40元一個點心 竟然這裏有大魚鐵板燒 如果帶朋友上來吃 大魚鐵板燒真的不會失禮人 又便宜 我最喜歡吃群大魚壽司 燒群大魚壽司 這裏有一間 YULIKULO 再下去看看有什麼食物 主要是找食事 我落到地下一層 地下二層 很多食物 也有越南菜 水餃也有元氣壽司 麵食有很多 都是30元碗 連杯飲料 DQ雪糕 這茶餐廳 乾炒和可家凍檸茶 竟然是29元 補包加一杯茶 都是29元 這個醬本米索 我正在賣這些炸醬麵 旁邊有一間老香雞 這間我好像在華強北都見過 這個是湖南小菜 湖南小菜很野味 他說這個招牌是小丑雞 這個地方就是卓越會 上梅林卓越會 地下商場 Food Court 這間是賣牛扒的 接著有一間超市 我走進去看看 超市門口有間賣漢堡包 巨毛巴連薯條都40元 最便宜的26.9元 這間超市我買了三樣東西 這間椰青10元 還有雲南的橄欖汁 我見它沒有放白砂糖 放蜂蜜的 立即買知識下 可以7元 那支椰青非常之便宜 10元 都是沒有放白砂糖 是100% 接著就是潮州牛肉粉 肉甲膜 這個Food Court真是多東西吃 這間好像是賣麵包的 這間賣串燒和麵 這裏賣湖南菜 哇這個Food Court真是厲害 卓越會購物中心 真是不幫找不到東西吃 這裏賣手絲醬鴨 還有鴨頸 然後見到有麻辣湯 一串串燒一燒一燒一燒 然後見到上海泡 上海生煎包 這個是重慶麻辣湯 殺豬粉 又是賣麻辣小串 這個是廣州的牛雜 我見到這間好像有很多分店 它的牛雜小份都賣32元 都不是說很便宜 一碗粉是20元左右 這間是賣粉的 也有賣煲仔飯 也有賣小鍋米線 這間是賣飯糰的 這個賣辣子雞 這個賣炸串 Food Court都有火鍋吃 Food Court的價錢全部大眾化 我覺得好過去那些大排檔 這裏都是年成新天地 上梅林站J2 也可以鑊鑊著地TI 我走回去地面 有點疲累 我想按下腿 腰頭轉了 tooling 已轉 現在便躲 appears 經践正門 沿著外面的的大馬路直行 我找到一間按摩店 中途 가지菜 看到它的价钱全是香港一半 红萝卜菜都是5元 就是这间 这间叫做郑远远 原来开了2000间 只是深圳都有200间 按照真的都可以 不单止按照,手法还有一些是拉筋 这个师傅真是很耐力 我买单是用了94元 一个小匙足足 其实未必要光顾这间 因为在美团一按附近 导航立即有很多间介绍给你 这间就在梅华路 这个地产公司这条路转进去 走回去却又会 中途又见到一间按摩这间大间 然后立即坐去车工庙站 私出口这里 私出口这个位置好像夜市一样 食股多过什么 其实我准备去十畝地 保安员指来这里 这里是能走到的 我顺便参观一下 这个私出口的夜市 这个饼 很多肉 都是15元一块 15年的老店 这里是老肉卷 是潮山小吃 我现在去那个十畝田 在这里附近 我原本的目的就是打算吃榴莲 椰子冻巨毛霸 结果被人骗了 还有它的鸡煲不是不好吃 只是普普通通 我早知道在这里吃碗牛杂可好 这个选择非常之多 看看这里很多档牛杂串 我还有看到一档高级的三重饭 都是在买17元 装修舒舒服服 这个是长沙米粉小吃 还有猪脚饭 这个是烧米锅贴 这个面包我看到很多人帮衬 脆皮面包里面放蜂蜜 这里还有胡不小吃 有莲藕汤的专门店 粥粉面三级底 这里卖鸭脖 即是鸭脖的颈 这里是 卖茶店也有很多家 泡菜粉 这里太多食物了 我就在这里梯子上去 上到地面有一家三送饭两送饭 很甜 就是这家Rice Place 刚刚净净 在第四那里出口就对了 太阎九路 就是这个口康 那家叫什么鸣菲尔口康的出口就对了 这家叫太阎九路 太阎九路一路走 就是这里 大陆的网红经常在这里说 这个点正点正 他们只是吹水不抹嘴 首先我中了服 去了一家叫秋田鸡 其实我想吃它的榴莲 拍照就很漂亮 待会给大家看一下 看得我这个台 我有那句说那句 不好的我一定不会说好 如果我说很好吃 但要一千元一位的 我也不会介绍大家去 使归来深圳 记住这个十畝地 真的可以不用来 拍照就算了 因为我本来我觉得鸡煲真是麻麻 我又怕它硬 这个是竹席毛巾 可以拖在它 但是那只鸡 这煲的评价 我不会觉得它好吃 亦都不会觉得它不好吃 总之这煲要一把十八元 我觉得完全不值 这样的地方大排档 还有它这个九个八一碟的 顺德鱼皮 不够了 它的鱼皮有点硬 还有它的鸡我不觉得特别好吃 这个记得打卡 如果真的光顺了这家店 可以免费有一碗豆腐花 就是这个了 我只想吃这个 看照片是不是很够了 榴莲一大堆 其实很少 讲明叫做椰子 榴莲巨无霸 根本完全不是巨无霸 它自己拍出来的照片就是巨无霸 结果吃出来的根本就是很少 你看看它做 放很少而已 还有它下面那个椰子 布丁完全没有椰子的味道 只是有奶的味道 不过这杯东西有一个好处 就是完全没有糖 比那些只拼命在那里落白砂糖 好似西贡又当西蛋鸡蛋仔 完全没有奶味 没有面粉味 什么味都没有 只有白砂糖的味道 这个幸好都有少少 榴莲的味道 绿茶浆和椰浆 它都没有跟我倒 我要自己倒 开头打算不吃鸡煲 只是吃这个 但是只是吃这个 都会被人找笨 因为这杯这样的东西要69元 不如用120元 就去吃榴莲自助 就去做好 完全是不值 我买单要成两个水 真的只是吃个鸡煲 和这一堆东西 就要两个水 再沿着这里十畝地 走去走一圈 它人不是很多 但是格局好像 这里旺一点 它就好像大排档 但我感觉到周围是不舒服的 它不同水围 水围的气氛比它好 还有舒服很多 街道亦都比它干净 我感觉这里好像罗湖旧区那样 总之给我的感觉是不舒服 我本来有另一个选择 就是在这里走去另外一条街 有个100元的牛肉任食火锅 那个又是好比好好 下次自然告诉大家 总之这个十畝地 是完全不值得来的 早上吃那个日本火锅自助 竟然吃到这么高质的羊肉 和荔枝任食 不是 士多啤梨又不吃 这里竟然用到两个水 是完全什么都没吃 我回去还要吃饺子 回到家晚上 这两支东西要赚一赚 云南橄榄汁 可以 里面取了蜂蜜 这个十元鸡的椰子水 完全100%天然 可以 既然可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